劉委你好 部長好 部長我的時間比較有限 因為我要上去主持 那個衛環文會 謝謝你 所以應該不用太久的時間 這個事情其實也不用再討論太久了 因為畢竟這麼大的一個轉彎 轉變 我不曉得部長到底要如何因應 因為當時期待 兒兆法可以通過的這些老師 還是家長 甚至還有相關的業者 那我們現在就做這麼大的轉變 部長你有答詢其他委員是講到說 會在短時間內半年提出相關的法律案 來給本委會來做修正 你看是有這麼答詢對不對 我們跟民間業者溝通過 大概有達成相關的共識 所以這個二到六歲應該大家比較沒有爭議 對是這個部分如果說沒有爭議 那其他的 相關執法還是要授權訂定 對 半年內就可以解決 因為我剛才聽到 你有跟其他委員這麼答詢 還有其他相關有將近快五個法 我一共有執法有十七個 另外地方的有七個 相關大概四個法還在研定中 其他大家都已經出稿完成了 所以我們就講到四個法其他地方先不講 還有次法先不講 那你這四個法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四個法 我剛才聽你是打 這個修法是很快 這個完成初稿是很快 但是條例還要送到這邊來 對 要送到本委委會的時候要多久 對 這個條例是依照 可以配合同步配合發布 那現在是我們進行草案的原理階段 那草案原理階段完了以後 就是還要預告 然後還要進行法規會的審議這樣 那依照行政院的規定是母法通過以後六個月內要完成相關執法的一個發布程序 那我們會 我們現在是預行作業 對 我剛才是教教部長是其他那四個法 執法我們先不談 那四個法怎麼處理 時間要多久 四個法 因為教保人員條例就是在這個母法通過以後 我們這個母法裡面就有規定說要在五年內 五年內另外訂成個法律 那個是法律 那法律就一定要經過立法院三個通過 那個是五年內 那個是另外以法律規定 那就是跟我們的執法是不一樣的 那另外的法咧 其他都是我們的執法 嘿都是我們法律 這個我們現在在審的這個幼兒照顧 以及照顧法授權訂定的一個法規命令 所以等於零到二歲六到十二歲就沒有了 現在六到 就沒有了嗎 六到十二歲現在是在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的修法裡面 會把這些相關的條文放進去 那現在他們在 因為在未完委員會是一讀的狀態 那相關的文字還會再修 那個是我主持通過的 只有 只因為卡到一個條文到現在沒有辦法 進到院會了 嘿那你還希望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 的部分要怎麼再做處理 那個部分就是還會在委員會裡面討論 會在委員會討論 對 我是未完委會的委員我都不清楚了 會在委員會討論 哪一個委員會討論 兒童局這邊我們還會跟內政部這邊 因為現行其實就有法 現行的兒少法裡面就有規範 那只是切開兩部分 一部分是民間的部分是由內政部主管 那由國小附設的部分是由教育部主管 那以後我們跟內政部達成的寫共識就是說 以後這個部分都是由我們教育部主管 所以會把這兩個目前有的執法裡面會做一個整合 那在母法裡面我們當然也會修母法的文字 那只是還會在授權我們再定一個執法 謝謝 我請局長好不好 就那天通過那個我們的兒童少年 以前叫做兒童少年 兒少法 兒童少年福利法 後來改名了 然後對 這因為個條文沒有通過嘛對不對 對 0到2現在在25條 在委員主持的那個法裡頭 0到2在25條 對 但是就是6到12的課後照顧 目前23條裡頭他只修了學校部分 但民間的部分 我們這一次會配合這個法 去修23條裡頭的第四項 那我們會把文字交給委員做委員版本的一個病案 到時候在這個朝野協商的時候 一起來處理 6到12的部分 就是客後照顧 是 可以這樣嗎 是建議這樣子 否則的話會需要再一輪的 這個重新 這個修訂 程序應該是要重新一輪喔 你有如果針對法條裡面有 有重大的一個改變 不是就單純的文字修正 是不可以讓你再做 在協商裡面做處理喔 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另外 所以等於是半年內沒有辦法完成啦 部長 那半年裡面不可能完成的東西嘛 因為我是剛才聽 聽有委員你告訴我 你打算的時候 其他相關的法律 這個法搞了這麼久 搞到最後 改為二到六歲 那其他 我剛才就講的 六到十二歲 局長就已經答覆了很清楚 那程序我的理解是這個樣子 不太簡單 不是在協商裡面 就可以解決掉的 如果是可以這樣 那當然啦 會不會因為另外那個條文去卡住 那什麼時候要協商還不清楚 因為那個是上個會期就通過了 一直到現在 已經快過了四五個月了 然後為了那個條文 到現在還沒提出來協商 所以如果你要把六到十二歲的東西 放在協商裡面 那個時間也很難掌握 這第一點啦 那第二點程序也不是這個樣子啦 我其實比較擔憂的 像我們雲林 雲家籃 那個籃是籃頭的籃 像這種偏鄉的小朋友 偏鄉的地區 然後外移人口又這麼嚴重 當時我其他兒照法可以通過 是可以整個面性來照顧 那現在只有針對二到六歲 這些小朋友怎麼辦 這些偏鄉的地區怎麼辦 這些外移人口這麼嚴重的地方怎麼辦 現行就有相關的做法啦 六到十二就有在照顧 學校也有 客戶照顧都有啦 現行他們有客戶照顧 現在只是有啊 六到十二客戶照顧其他都有啊 對啊 那有的是留到民間去齁 那現在內政不管是民間 現在把民間那些版本 要拿到我們這邊來 所以他就不到民間去 他就再留在學校就可以了 還是可以啦 現在已經就在做了 還是可以 還可以 目前客戶照顧有兩種 一種是機構式的 包括在國小 客戶的這個安親 還有一個是機構 就是托兒所的這個 比較是機構式的客戶照顧 還有一塊是一般 我們的民間團體在社區 對於那是兒童局在做的 就是對於這些放學之後 孩子沒有地方去 他可能也上不了補習班 甚至他也沒辦法去 機構的客戶照顧 那我們有社區媽媽做客戶的 這個社區客戶照顧 那一共有這三大塊在進行 目前現行都在做 我我我局長 我是很相信你的每次的說明 然後但是你講說 所謂的社區媽媽 你是用都市來看待 有所謂的社區媽媽 還是看待邊鄉地方 也有很多社區媽媽 還是那個比例 你以為是都是一視同仁 是這樣嗎 一定是縣市政府的 資源的部分分配是不均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責成我們 在社區的客戶照顧部分 我們會增加一些資源 然後來輔導民間團體 進到這個偏鄉區 我跟你講是非常不均 是極度不均 所以如果說你才用都會的方式 目前執行狀況 去看待像雲價那個地方 那是落差非常大 那顯然你們對我們那個地方 也是不太了解 然後這次教育部又針對夜光天使 還有客戶輔導 那個經費是整個被刪了一大堆 一大堆啊 嘿 那你怎麼 我怎麼責成你們這個部分 都增加這種資源 哪有可能 關於夜光天使還有這個 攜手計畫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兒少促進文會裡頭 也有民間的團體提出來 呼籲交部這部分做一些補強 那我們也在101年的工 工藝採券的一些資源上面 來加強特別是針對偏鄉的客戶照顧 社區照顧的部分資源不足 那我想我們會優先考量到雲嘉南地區 他的一個資源的不足 那我們來試著輔導縣市政府 來輔導一些民間團體 進到社區去多做一些社區照顧的這個工作 好那我就看你兒童去怎麼做 針對這種偏鄉地區你如何做處理 部長我最後 是謝謝 謝謝 我還是有點質疑 是 不能講一點質疑我是很大的質疑 因為畢竟兒童法要 當時在處理過程裡面 我們都有參與其中 是 然後我們聽到很多的教授 聽到很多的業者 聽到很多老師還有家長 他們一直期待 因因期盼 就這部法 可以周全的來通過 那現在 你們的講話就是說 沒關係六道時候已經 在哪某一個部分可以處理 零道後在哪某一個部分可以處理 那當時為什麼原本要提出兒童法 我就不解了 我就不清楚了 這部分 這部分應該有一所說明吧 是 這個 當時提到零道時候當然是一個完整的一個 對 兒童的一個照顧啦 但事實上後來發現有一些在溝通方面 大家的看法落差 需要一點時間 但是二到六這地方比較沒有正義 所以我想二到六我們先做 那至於零二跟六到十二的這部分 我知道 部長有些部分有苦難言 但是這樣的一個改變 真的落差太大了 真的落差太大 不過孩子不受教權益 照顧權益 我們還是要照顧他 不會 我的時間到了 我希望我把我的 我有書面的部分 也請教育部可以好好跟他 謝謝 謝謝